每天造句是我们的重头戏 选一个有梗有意思的句子 我们大家各自发挥 这个时候看新闻要这样看 不要带着满满的怒火去看 我们要带着满满的幽默感去看 看完之后你的脑子会豁然开朗 豁然清晰起来 将来在投票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我要讲是科学的判断 是一个有逻辑的判断 这点就是我们辣碗报的功能 提供大家一个科学的平台 邀请最好的来宾给大家 把条理梳理干净 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大家 不像塔律班情绪勒索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就是怎样怎样 不会我们辣碗报 基本上我们做的 就是给大家整理 给大家梳理 最后的决定权 尊重大家各自的判断 立陶宛总理说 允许台湾知名社代表处是个错误 这句话实在是太直白了 你知道吗 按照这个外交部 或是现在蔡政府的做法 如果你讲话稍微转弯一点 他们就可以绕啊绕啊绕 绕回他们想要的 但是这句话怎么绕人绕不过去 就告诉你 不对啊是错误 所以没办法 所以今天很尴尬 真的外交部满头包 所以你看到今天 都丢给发言人出来讲嘛 那这个句子蛮好造的 允许什么什么是个错误 有没有 今天每天下午三点半 我们把它po到我们的 辣碗报官方脸书粉丝页上 网友灵感大喷发 啪啪啪一直造句 豫章说 允许闪灵继续当立委是个错误 好 俊逸来了 允许民进党执政是个错误 好 宾森 宾森最近上榜几率很高 允许贾博士当总统是个错误 学高也是上榜几率很高 允许吴钊燮继续当外交部长是个错误 你们的句子也很固定 按照这样的话 造一百句也造不完 对不对 来 董哥 就是允许政府说 吃莱猪可以进入国际社会 是个错误 这是一个造词 允许某人 因为闪尿而免当兵 是个错误 对不对 然后允许NCC说 蔡老板干涉 社务 所以关掉中天 那当然是个错误 对 董哥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的造的句子就是 允许关掉中天是个错误 来 潜秋 允许塔绿班胡作非为霸凌人民 是个错误 对 允许薪水小偷 偷我们人民的薪水税金 是个错误 还有我们苦哈哈的 对 潜秋讲得太好 用霸凌两个字 我非常非常的同意 塔绿班刚刚开始只是带风向 但是到后来为止 不止情绪勒索 我觉得简直就是霸凌 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传神 我们的感觉 就是霸凌 以国人的感觉 这本人在相关 因为我们的感觉 他也是感觉 我们在感觉 看到这本人 只有芬菜 因为我们的感觉 现在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和这本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